词曲 李宗盛 爱你一天天 每天做一些 证明我会陪你到永远 谢谢大家 他唱歌的时候 感觉回到了婚礼现场 对啊 还不错 徒老师 我给他现场写了小诗词 我给他现场的唱一下嘛 记性唱 是这样的我说一下 我们是外卖小歌 奔跑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汗流浃背 披心带月 只因为你在交际地等我 只因为你在交际地等我 谢谢 试一下 黑人歌手 我们是外卖小歌 奔跑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汗流浃背 披心带月 只因为你在交际地等我 只因为你在交际地等我 你唱得好 哇 而且那一般 好好啊 我觉得唱得 对 太棒了 我觉得上风一首不及格的歌 被唱得成了一百二十分 我问两个问题 问两个问题 你的外卖收入是多少 四千左右 为什么你是四千 别人是八千 你问题出在哪里 正常是可以 因为我一天 就是时间可能会短一点 因为我需要点时间 去练练集的 写写歌 我自己还会喜欢拍一些 更多的时候 你不是一个全职的外卖 而是一个半奸职的 抢单的时候 你不怎么抢的那种 我是从九点 早上九点半上线 干到晚上七点 好 这第一件事 我知道你的状态了 第二件事 整个大东北 是中国网红的特产区 而且你身上是有才艺的 你比我看到的 那个某手上面的 很多网红 更具有可能 走红的那个机会 那么两三年前 你为什么没有重视到 互联网给你带来的 这一次福利 因为我喜欢 以我自己的方式 就有可能有的方式 我喜欢 有的方式 不代表它不对 但是我不喜欢 好 可以理解 那我们进入职场 请上课堂 父母说你都三十多了 在大城市工作 又攒不下钱 还不如回老家 单位上班 你该回去吗 我曾经回去过 我优天工作 就是我妈 让我回老家上班 然后上了三年 我又出来了 不知道她没回去 还是想要自己的梦想 在职场里面 活下去是第一位的 可能你只了一条路 但是你未必会 按照那条路走下去 你固执己见的想法 会量成大错 所有在职场里面的人 都是拿专业换一份工作 极少有人把兴趣爱好 变成工作了的 所以你是一个 自恋型的人格 和表演型的人格 这也倒没错 但是自恋型和表演型 人格的弱点在哪 就是我们更容易 暴露我们的硬伤 因为我们总是把自己 暴露在外面 不懂得收敛和隐藏 而且你刚才写那首歌 很简单 塞大调的歌 很容易唱 也很好听 我觉得 挑走大路通罗嘛 你不要固执己见 好不好 挑的会伤我了 几十年了没有人说我对过 但我感觉 这样我感觉更舒服 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认为我对了 我感觉我做的可能是错的 这是跟大家一样 我是 我觉得说特别对 其实刘佳说的我不同意 我觉得他不是哗众取宠 你也其实也不是想哄 我觉得你所追求的 可能不是梦想 你所追求的是 人最根本的需求 其实你想要的是被看见 被人关注 我在想 你说人们拥有 在拥有的时候 你好像都觉得他 他无足轻重不珍惜 可是他你看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每一个瞬间 恨不得把自己能燃尽了 这种 所以说他 不叫他实地吗 做外卖 做油田工人 但是他抓住了每一个 可以让自己闪光的时刻 他真的把自己点燃了 今天我们谈论了好多的梦想 但是金山真的有一句私讯 我觉得对于我来讲 还是很有启发的 叫至存高远 脚踏实地 所以其实你在脚踏实地 在送外卖 然后解决生活的 当然我们要有梦想 但是我是觉得 实现梦想的这个路径 还是要靠你自己的 不能说今天我站在这个台上 说我的梦想 就会要绑架所有人 大家不能去批评你 甚至给你一些建议 伤害了你 如果你这么脆弱的话 我觉得你离你的梦想 会越来越远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会操作办公软件吗 像Word 还有这个Excel PPT 这些会操作吗 会一点 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 就是其实你是一个 情感非常饱满 又是非常热爱生活的一个人 这个其实对你职场上 应该是一个加分的 但是呢 可能你一直都沉淀于自己的 这种业余爱好和兴趣之中 你缺少专业的打磨 那我其实想给你开一扇门 所以在你这样的一个年龄 我觉得其实你可以考虑换一个行业 又能够去把你的特长发挥 但是又有机会给你和时间给你去打磨 其实目前在这个整个中国 有700万的这个万美元 对吧 然后其中有1%是硕士生 然后15%都是大学以上本科的人 所以其实有很多高学级的人 都也干了跟你同样的事情 但大家还是很 在一个非常苦的情况下 还在坚持做一些能够求生技的工作 对于这点来讲 我觉得其实就需要什么的坚持 只有到梦想 还有梦想 还有那个燃起自己梦想的这个 在那的时候 你才能够在苦的日子当中去坚持下来 梦想最大的特点是纯粹 虽然实现梦想的过程会很复杂 如果你真想唱歌 你就回到家之后 你把你的制服脱了 你好好唱你的歌 去酒吧住唱 然后要工作的时候 你就穿上你的制服 去工作 你今天穿成这项制服来 应聘 这本身就是一种策划 但是你今天如果来应聘 其实按道理来说 你就是来应聘的 你不是来绣的 在第二轮选择之前 我再问你一遍 除了歌手 策划 还有别的 觉得能干的吗 或者说如果杜老师那儿 有兼职的绣场主播 你愿意去吗 我不想走网红 好 来 第二轮选择去过来 还有三盏灯 说实话 瑞丰 你今天打动我的 真的是因为 我觉得你酸心怀梦想 但是还脚踏实地 所以我给你的岗位 是我们上海斗店的这个店员 我们有这个社会 特区超市 在无锡 工资室4K 我给的是我们的一个 篮球课程的一个销售服务岗 我给到您的一个岗位 是婚礼策划师助理 考虑一下 灭掉一盏 留下两盏 去吧 对不起 老师 来 有请赵小叶和杨荣 谈前不算感情 来 这个心筹要弹吗 加 加吗 我们这个底心不加 但是我们是有住宿的 因为我们店员也是属于 你的这个基本功加绩效的 所以是不能加的 不假 来考虑一下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黑洞投资 随风奔跑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谢谢 再见 好 还是那句话 想唱歌不唱歌的 太简单了 现在开一直播间 人数一 人气一上来了 马上就唱片公司找 好不好 谢谢你 再见 咱们 差不多 不是